网上有一句话叫做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现在最需要这句话来安慰自己的 应该就是拜登了 拜登周二到达了密歇根州 但是站在街边举旗的民众 手里举的全部都是支持川普和F周拜登的旗子 这些人都在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真是一点面子也没给啊 不知道拜登会不会找一个地下室钻进去哭 硬着头皮还是得跟民众们讲几句话 但是拜登一站上讲台 下面就开始虚声四起 Hello Michigan It's good to be back Hello Michigan It's good to be back What and notwithstanding some of the signs that I saw come That's why 81 million Americans voted for me What and notwithstanding some of the signs that I saw come That's why 81 million Americans voted for me The largest number of votes in American history Clear majority Tell me what are your thoughts about the president visiting tomorrow I wish you'd just stay out of the state and leave us alone 不管是真总统还是假总统 一个人遇到这样的场面真的着实太尴尬了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一般很难遇到这么大的尴尬场面 小型的尴尬还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跟人一见面 一握手 被别人看到 指甲很久都没有清理 脏脏的丑丑的 那就是有点有损自己的形象 在这里推荐大家Niji Nails的Turn Free快干指甲油 登陆网站你就会发现非常多惊喜的色号 在一会的新闻中 我就会给您讲到洛杉矶线11月4号 开始要执行疫苗护照的强制令 做美甲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 这个时候还不如赶快买几瓶漂亮的指甲油 按照心情来搭配 指甲永远都是漂亮的 在结账时输入折扣码 AI News时就会有九折的优惠哦 那么对于拜登来说 这么尴尬的场面 绝对不是图指甲油就能解决的事情 面对这一切 拜登怎么说呢 随从他的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 Slogin写了一篇文章说道 拜登看到了抗议的人群 举着F拜登的牌子就说 我们现在是在学校旁边吧 这位众议员就把学校指给他看 拜登说道 哎 尽管人们不喜欢我 但是他们也不能亵渎孩子呀 我觉得很惊讶 这位众议员的想法跟拜登如出一辙 他说 当有人站在离学校几个街区远的地方 举着那样亵渎的牌子时 真是一个悲哀的时刻 左派真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能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自我安慰 本来这一整件事情全部都是关于 拜登来了密歇根 你就很清楚的通过现场拍摄的这些画面 你就知道大家都不喜欢他 也不欢迎他 就是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 但是左派偏偏要在这个事情上扣一个帽子 把什么亵渎小孩给扯进来 站在学窍几个block之外的地方 举其抗议拜登就叫做亵渎小孩吗 什么叫真正的亵渎小孩 站在几个街区外举牌子不叫亵渎小孩 拜登在做的事情才叫亵渎小孩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周二宣布 从11月8号起将解除川普政府禁止堕胎诊所 通过Title X获得资金的禁令 当日即正式恢复提供堕胎的机构 可以获得数百万联邦拨款的机会 对他们又要拿着我们的纳税金 给堕胎诊所拨款了 用民众的纳税金来杀死小孩 这样的行为在他们眼里就不叫亵渎了 这个有一个另外的好听的名字 叫做女性的基本权利 他们不仅仅要杀死在妈妈肚子里的小孩 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孩子 他们也不放过 他们要完全的把孩子培养成属于他们的红卫兵 接受现在所谓的新潮的思想观念 这个思想观念里面就包括 我们大家最近反映都很强烈的 Critical Race Theory 种族批判理论的教育 也包括在学校里面出现的那些 激进的变态的同性变性 甚至是性侵孩童的性教育课程和书籍 家长们觉醒了 在这个方面共同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到校董会去抗议去发言等等 让校董会知道 这些不应该存在在孩子的教育里面 家长这样的行为是好的 因为这是作为家长的权利 而我们作为公民是有权利监督政府的 我们是完全应该知道我们的小孩在学校里面学的是什么 我们也完全有权利保护我们的孩子 拒绝这样的垃圾理念污染小孩的思想观和价值观 但是校董会对于这样的情况表示很不开心 在上周四一群校董会的成员就联名给拜登写了一封信 要求白宫在校董会的会议上要部署联邦执法人员以及其他援助 来帮助解决越来越多的暴力威胁和恐吓行为 他们在信中说到 说家长的抗议属于国内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 也把家长反对强制口罩和批判种族理论课程的和平抗议 归入到了国内恐怖主义的类别 On Monday, Garland sent a memo to the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y directing it to coordinate with the nation's 14,000 school districts This action comes aft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ceived a plea from the National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 to protect schools from the eminent threat of parents sending threatening letters and cyberbullying school officials The association considers such activities to be akin to once again, quote, domestic terrorism As these acts of malice, violence and threats against public school officials have increa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se heinous actions could be the equivalent to a form of domestic terrorism and hate crimes, wrote the NSBA 在校董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之后 周一联邦做出了回应 司法部长Mary Garland下令联邦调查局 FBI开始调查最近 针对学校管理人员的骚扰、恐吓和暴力威胁激增的事件 家长现在去校董会抗议都不行了吗? 骚扰、恐吓和暴力威胁的限度的定义是什么? 家长去校董会反对现在的教育议程 算是骚扰吗? 在这一切的活动中 绝大部分都是就事论事 家长和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按照预先排好的顺序挨个发言 表达自己的立场 如果校董会认为他们需要安全的保护 那么他们完全可以联络当地的警察 为什么要联邦来管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会需要用到联邦的调查局吗? 联邦能够这样使用权力来进入到地方的家长 与校董会之间的会议里面吗? 左派提出的观念非常模糊 他们说这里面存在骚扰、恐吓和暴力威胁 请问这些词的定义是什么? 家长只是在那里排几个小时等待发言 说了校董会不喜欢听的话 这样就可以用联邦的力量来把这些人关起来吗?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受到了恐吓和暴力威胁 就像1月6号的国会山庄事件 他们就说这是完完全全的暴力 这是恐怖事件 你如果辩驳 那你就是在推崇暴力 你就是川普的支持者 你就是崇尚暴力的人 校董会已经完全忘记 他们代表的不应该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而是家长的利益 他们应该是那一批为了孩子的教育 勤勤恳恳工作的人 聆听家长声音的人 他们才应该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这些肮脏的性教育 和用种族将孩子们分为369等的这种理念的人 而不是一直包庇到让家长自己发现 为了镇压家长再去找联邦求保护的人 除此之外还要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 就像我开头跟大家说过 洛杉矶在6号已经投票通过了最严格的疫苗新规定 要求所有进入室内餐厅购物中心电影院美发店和美甲店的人都必须要提供新冠疫苗的接种证明 如果你要是有宗教豁免 那么商家就必须要请你使用户外的设施 如果商家没有户外设施 你一定要进去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提供最新的新冠疫情检测阴性的证明才可以 他们还强调 这次的行动要和洛杉矶县的警察局一起合作 因为11月4号正式开始实行的时候 反对的声音一定会很大 所以需要警察局一起来执行这项任务 中美bug公司的out Libert Washington p启말是在连任职烈的 股票等里入 drifting 和协 Islam 应кую Bathurst 我们需要上 shrink时驳ode 启路olinland 程庄司burg 你请不回音 所在 于 亚历 I'd like to make a verbal amendment to item two that's before us request the city attorney to amend the draft ordinance direct the chief legislative analyst to report with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funding sources on the creation of a fund to assist small businesses with training and compli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and he also asked for help from the LAPD to enforce this because he's pointing out that there could be backlash once this goes into effect 这一切终于开始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就这样开始被剥夺了在上周我们发布的Project Veritas里面的强生和辉瑞疫苗公司的科学家说的一样政府要造成你的不方便你不能去商场购物你不能去店里吃饭你不能去剪头发要造成你生活上的种种不方便就是为了让你去打疫苗11月4号开始这些事情都不能想做就做了 除非你愿意 除非你愿意为了吃一顿饭去四商场而频繁的被插笔孔做检测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视频 说为什么正职公义的警察都在被不断的开除因为政府需要的是可以在他们实行强制疫苗侵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时候可以跟他们站在一起的警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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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